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次戲中的角色 我是飾演一個殺手 就是殺手 其實她也 一個挺無情 而且她為了達到她的目的 幫她的主管 去行事 以往其實 我是未接觸一個 反派 因為其實這次這個角色 也算是一個 反派和一個很困難的 一個女人 我自己本人是比較 不可以說是柔弱 但是絕對應該 不會是用一個 這麼無情的人 來擺放在自己身上 因為其實要做一個殺手 最基本的 是不可以因為 念情 而她們達不到目的 所以其實我在這段時候 也挺逼自己去看 一些不同的電影 去看一些我自己很喜歡的 演員 她們有一些 的電影是很 令到我很深刻的印象 例如一些 握槍的動作 眼神應該是怎樣 可以令到那個 角色更加出 怎樣可以更加困難 讓人的感覺是 不太困難 所以其實我要不停地 在演這部電影的 同時其實都要提醒自己 我不是在做自己 我是要做一個 很困難的殺手 這個角色如果你不練習好 即是你本身沒有跟機 去打好你的 所有的形態 還有操好自己的體能 其實都需要 幾大的體能 去應付到這次的角色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動作 在我這個戲裡面 所以我這幾個月 其實都不停地去 除了電影公司 他們安排了一些訓練給我 我自己也有去 不停地去練習跑步 還有自己也有去玩一些 所以我是挺開心 還有我也覺得自己有一個 新想法 我覺得可以在這方面 有一個新嘗試